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 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女兒結輪迴 那這邊的話 帶大家用全美戰配置的超級水手月亮來通關 好 那龍科的部分呢 三個形狀記得帶到一樣 然後月亮有幫我帶到自己的武裝就好 金星這些的話都可以 呃 應該說金星啦 進場可以帶 呃 可以帶個蛋糕讓他進場減一CD 這樣開場就可以直接開招齁 好 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這邊只有簡單的4C啊 我們還是直接先手轉就好了齁 OK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來 如果第一關就把金星打開 第二關這邊有燃燒軌跡 燃燒軌跡很輕啊 他燒到一下扣800而已 但你如果還是不安心 你可以把牌珠開下去齁 好 那我金星的話這邊選擇在第二關開 好 那這樣等一下第三關 月亮就剛好也可以直接變身了 好 來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我們就直接把月亮變身下去 好 然後變身2也可以直接補齁 這邊我們直接開大一點沒關係 OK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是五屬齁 我們用那個天王星 好 然後這邊龍刻之力可以稍微補一下 前期都可以稍微利用一下這一些來做一個-CD加EP的動作 非常的舒服啊 因為只要雙月亮配置 你有消到15顆星 就會有一個-CD加EP的效果 非常的實用齁 好 來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我們再把金星補下去 好 然後一樣直接送給他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龍刻之力 又可以稍微再使用一下下 好 然後我們就一樣正常去轉 好 來 接著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是首消指令5C 那你只要有消到光獲星 這邊月亮就可以直接無視掉 所以這邊我們就正常轉 然後停在火焰地裡面就好了 好像轉的太輕了 要至少轉個4C啊 好 不然 月亮的倍率也會噴掉哦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是6C 這邊的話我們就再把金星打開吧 好 然後把珠子稍微切開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我們又可以再使用一次龍刻之力 這個龍刻之力就加減使用 雖然說是加減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用的蠻兇的 因為其實金星一次 然後龍刻之力一次 你可以發現那個龍脈移擊得非常的快速啊 大概2到3回合就可以使用一次 好 來 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要首消全部的木珠 你如果有卡珠的話 直接把月亮2技打開沒關係 他那個是直接定板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第十關 好 第十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用一次金星 好 然後直接送給他 誒 不對 那個 好 沒關係 如果那個沒有到6C的話 下一回合你可以手轉 那個電極珠嚕過去 月亮就直接解掉了 好 來 接著二血 這邊我們一樣可以再用個龍刻之力 好 這邊我們就正常轉 對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電極珠真的嚕過去就解掉了 所以沒事啦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十一關喔 好 十一關這邊是放進去一下下就好的敵技 這邊的話我們把月亮的1技打開 然後抓副隊這隻就可以了 好 把他放進格子裡面 好 這邊就靠他去打就行了 好 來 接著十二關 好 十二關這邊的話是角色珠紅綠燈啊 如果你真的比較不擅長的話 你就直接把牌珠開下去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說 欸 轉得到7C 7C只是算一個基本的小數目 你就直接去正常轉就OK了 好 來 這邊的話再一次 好像多了1C 好 這樣子 OK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13關喔 好 13關這邊的話 我們補一個簡單的加C下去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正常轉 好 你可能會想說新珠不是不能消嗎 這樣子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好 不會 沒事齁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就來到14關 好 來 14關這邊的話是數字21 那這邊的話新珠一樣是不能消除的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月亮的2技變身打開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直接開固定版面下去 好 那這個新珠不能消 剛好就直接幫助了我們 這邊加起來就剛好是21顆囉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15關喔 好 15關這邊的話是無數 我們就直接開天王星下去無視掉 好 然後這邊我們補一個金星下去 好 然後直接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2血 這邊手銷多種減傷喔 然後他又有一個手銷全火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補一個月亮的1技下去 好 然後我們用牌珠齁 然後把火珠擺在正中間 然後剩下全部用疊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對 如果卡珠的話也不急著進攻啊 反正要出事就開土星就對了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16關 16關這邊的話我們還有一回合的牌珠效果 但是這邊我們一樣再補一個加C下去 好 那這邊不同於剛剛 我們就是多消一點點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結界地啊 結界地其實本身也算是一個小麻煩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的去把珠子多消一些些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17關 好 17關這邊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這個暗的印記太多啊 我們就把他丟到隊長的直行去 讓他下一回合直接移除掉 記得不要消到喔 你不要一口氣去消到5顆暗珠 讓他累積到10個印記 基本上都沒事 好 那就像我畫面上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好 就讓他去移除掉喔 好啊 移除掉之後 這邊我們可以稍微用個龍科之力 好 我們就直接去消就好 只要你不要一口氣消到5個印記 基本上都沒事 所以我這邊只有2顆嘛 所以 累積4個印記而已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18關喔 好 18關這邊的話是數字23 我們就直接把月亮的2技打開 好 然後火珠往下一格 這樣就是數字23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19關 好 19關這邊的話要消8組屬性珠 好 那這邊的話原則上一樣 就是把新珠 拖到隊長的直行讓他去移除掉 讓你的場上都只有屬性珠 這樣子就好了 那一樣快出事的時候 就是用土星去扛喔 反正這邊死不了 所以不用擔心 好 你甚至可以跟我一樣 就空轉 然後直接讓他去把他移除掉 好 那移除掉之後 場上只有屬性珠的情況 照理來說 8組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阿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土星去擋死 然後慢慢 弄到有8組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你如果對 對於8組 真的比較沒辦法 牌組也是可以開下去 好 OK 這邊還剛好是10C的一個滿版 好 來這邊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了 王一這邊的話要消20顆新珠 那這邊知道交給誰了吧 月亮一技 然後再把這個金星開下去 好 然後就直接送給他 欸 牌珠效果還在 所以這邊 對 就等他過吧 沒關係喔 至少這邊是穩定的啦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我整場下來沒有用到土星 那所以如果你有狀況的話 他就是給你保命用的 好 再怎麼樣龍科也還有一回合的延遲啦 所以其實這一隊真的 OK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齁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是滿版盾 那這邊我們就把另一隻月亮2技打開 好 來 如果月亮都沒有跳的話 用龍科之力也是有直接滿版齁 連擊同等是可以內建無視掉的 好啦 那以上這邊就是隨手月亮過這個輪迴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噗